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多美从事十年期间觉得自己做得最好的 以及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信任 首先是对公司的信任 我在其他网络销售渠道也有着六年的经验 虽然我最后没能取得成功 但在韩国取得成功的人寥寥无几 在遇到爱多美的时候 由于这里也是网络销售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对成功抱有任何期待 然而在做爱多美业务的过程中 意识到了董事长和其他网络销售的CEO们 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当时觉得我在这里应该能取得成功 当我开始相信爱多美化妆品 会成为国民品牌以后 在我付出百分百的努力过程中 我感觉到了我的业务在逐渐扩大 当大家开始对公司产生信赖时 大家的伙伴也会对公司产生信赖 会给许多伙伴带来良好的影响 此外爱多美的体系也非常重要 在我开展爱多美业务时 带着三个人 经营到现在 带着三个人做出的业务 如今 每天大约有三万消费者 在我管辖中 购买产品 每天有三万人来购物 其实是个奇迹 并不是因为我做的好才这样 而是大家信任 爱多美的体系 积极参加爱多美举办的 所有研讨会 并且按照这个体系去做 就会像我一样能得到 很好的结果 所以 我也希望大家 对公司或产品 持有百分百信任 网络营销业务 实际上属于管理业务 如果只是产品的 出售与购买关系 其实就还好 但既然我们的工作是靠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如果在这里不能相互信任 就无法发展会员消费者 我的伙伴来自济州岛 有一年 冬天下了大雪 飞机一直晚点 我坐着 等了又等 最后好不容易上飞机 讲座是下午两点 但我下午六点才到 当时只剩下四到五位 事业者还在等待 为了遵守于伙伴的承诺 我不顾一切艰难险阻 一无反顾地就去了 留下来的伙伴们 对我会是什么想法呢 一个领导者 必须向大家展示出这种面貌 就是因为当时守住了信任 后来在济州岛 除了包括两位总监在内的 许多成功会员 我想就是因为领导者 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伙伴们相信 并追随 当这些伙伴 做出同样的行为时 下一个搭档也会信任 并信守诺言 最终在平台中 发展市场 成为 值得信赖的团体 当伙伴 无条件相信领导人的话 领导人 也信任伙伴 并赞美伙伴时 我想这个团队 最终会得到成长 在成为 自身营销行李之前 我一直向着前方 拼了命地奔跑 因为 我非常讨厌贫穷 好不容易遇到了 可以改变我人生的平台 所以拼命地努力着 有一天 公司的董事长在讲座中 对我说 你觉得你的伙伴们 在背后会对你 指指点点 还是敬重你 听到这句话 当时有种被 当头一棒的感觉 我市场的伙伴们 对我会是什么评价呢 所以后来 我百分百遵守了 我能遵守的约定 听到合作伙伴们说 敬重我这个领导人的时候 我真的很幸福 虽然这真的很难 但是我认为 所有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如果大家在做这项事业时 也同样相信一切 并且充满信心的 开展事业 那么我相信会成为 像我一样的人 我想说 我这十年的经验 就是信任 感谢您的经验